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相信很多Apex的玩家们 看到了Apex第九赛季的预告之后 肯定很好奇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而玩家机密很荣幸 有机会参与到了Apex第九赛季的试玩活动 所以今天除了和你们说一些更新内容以外 还会有实际画面和新英雄的游玩片段 让你们体验一下竞技场是一个怎样的模式 跟我玩之后的心得分享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首先要来和你们聊的就是第九赛季的新内容 这一次的第九赛季是以紫色为主题 名为Legacy的赛季 开发团队表示了他们为了这个赛季内容 用了两年来测试设计 其中就有这新英雄 新武器 新模式 新英雄呢名为Valkyrie 是TitanFord2的反派Viper的女儿 她的出现无疑是让整个Apex和TitanFord之间的故事线 连接得更加的完善 而她的定位可以说是侦察兵 也可以说是突击兵 甚至开个玩笑还能是个自爆兵 首先呢Valkyrie的设计是一名短发女孩 背着一个喷射机 她的被动技能是可以利用喷射机飞到天上 用来飞到敌人的侧翼夹击他们 或者是闪躲部分英雄的大爵 又或者是飞到高处让自己有更优势的地形 首先呢要来给你们说一下实际运作 Valkyrie的喷射机有着油量 有一点类似于斗争特工的法拉一样 只能持续飞到一定的程度 并且降落之后必须等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恢复 玩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设定 选择利用按住飞行或者是替换模式 当然的被动技能可以飞行 肯定也有这不少的缺点 首先呢Valkyrie飞行的声音是很大声的 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况且天空是如此的空旷 一旦遇到枪法硬的敌人 飞在空中的你无疑是处于白给位 而且飞行的过程中Valkyrie是无法使用枪或者是守雷的 必须取消飞行才可以使用枪 所以玩家们要巧妙地利用飞行司机和技巧来游玩 才不会那么容易被抓爆 而他的战术技能就刚刚好弥补了他飞行无法使用枪的缺点 战术技能是可以发射出4x3的直线导弹 并且会造成不轻的伤害 还会阵云敌人减缓移动速度 让敌人的灵敏度大幅下降 你可以在陆地或者是飞行的时候使用 但要注意周围的建筑物或者是物品 如果你发射导弹的地形不利的话 可能就会炸空了哟 而玩家们要怎么应付他的导弹呢 Valkyrie在发射的一瞬间会有一段时间让玩家们反应的 建议不要直线跑 向左或者是向右闪躲 就会有更高的几率避免被炸 最后就是他的大绝 Valkyrie的大绝可以冲到和热气球一样的高度 并且在自己飞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而且还是可以带着队友一起飞的 主要用处就是可以在赶圈 或者是追击敌人的时候使用大绝 甚至你被黄雀还可以开大绝逃离战斗补状态 但是要小心他飞的方向是否安全哦 否则就会达成千里送人头的用处 而大绝也是有这缺点 首先冲上天宫前会有一小段的时间蓄力 期间你无法开枪或者是闪躲 所以必须要确保你的周围是安全的 其次就是起飞的声音很大声 虽然要脱离战争很简单 但也因为起飞的声音大声 导致新的一群敌人追杀你 但还是一个很独特的大绝 至少被黄雀的时候 还有一丝希望可以逃脱 哦对了 Valkyrie还有一个被动技能 就是在跳伞期间或者是大绝降落的时候 会标记附近的敌人给队友或者是自己看 这也让刚刚我提到的被敌人追击 有了一丝丝的好处 至少你在降落的时候 可以做好备战准备面对敌人 接下来就要和你们聊一下新武器 第九赛季增加了一个新武器 名为Bolchak Bolchak是一把弓箭 它并没有归类在任何的武器类型 而是全新的独立武器 弹药也是独有的 玩家们可以在地图中找到它的弹药 但是地图中弓箭的弹药产量会比较少 庆幸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回收剑 或者是杀死敌人来补回弹药 主要是你射不中的剑都可以跑去拿回 前提是你要活着 Bolchak是一把中距离武器 有着超高攻击的单发伤害 主要也是可以透过蓄力来提高武器攻击 蓄力及动头部甚至可以达到123的伤害 但真的会比较考验玩家们的准度 上手容易可是要渐渐穿心 真的是难上加难 而弓箭还有这两个全新的辅助器配件 分别是Shadowcaps和Death Eyes Tempo 装上Shadowcaps我们可以让弓箭变得像线弹一样 在近距离可以更稳定的输出 而Death Eyes就是提高了射速 可以让我们拉弓的速度变得更快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Olympus拿到桥的门禁卡 类似之前的密室一样 空头枪也遭到了改动 三重级在这个赛季将会移至空头 而和平使者也终于回到了人间 但是为了平衡还是逃不过削弱的魔爪 最后一个新内容也就是新赛季最大的改变 就是竞技场3v3的永久模式 3v3竞技场也是一个快节奏的游戏模式 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提升自己枪法的好地方 3v3竞技场顾名思义就是3v3的对抗模式 所有玩家在开局都会有固定装备和点数 在我们击杀敌人或者是获胜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额外点数 这些点数可以让我们在每局开局之前 购买装备和枪械 有一点类似CS的感觉 不管是手雷技能不要还是枪 都必须利用点数购买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额外点数来升级武器配件 像是背镜啊弹夹等等 除此之外每一张地图中都会有着箱子和空头 让你拿到额外的枪和电池大补 技能方面的话都是要透过点数来购买的 其中就有这几个大绝在竞技场上过于OP 需要花的点数就会相对的更高 像是亡灵的不死图腾 而战术技能也会跟着英雄强势而改动 使用次数也会不同 配件方面玩家们也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背景 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搭配英雄阵型来打战术 每个竞技场地图都有经过改动 像是增加了很多的掩体和设计 让打斗变得更加的刺激 甚至还会缩圈强迫玩家打架 拉快了游戏的节奏 竞技场采用了七回合制 并且只要随先赢三场就可以获得胜利 但万一遇到了2比2的分数 就必须连赢两场才可以拿下胜利 这个模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突破 虽然可能部分玩家玩久了会逆 但是其实竞技场模式不仅可以让玩家尝试不同的体验 还可以让玩家和朋友训练默契 更了解战术和英雄 透过竞技场的磨练在大淘术模式中 更明白会战要怎么去打 还有怎样利用生法掩护给自己更有优势 竞技场的加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更新 甚至还可以吸引不少的玩家入坑 对于不喜欢大淘术模式的玩家 还可以直接进场直接打架 拿到很好的游戏体验 甚至可以进步很多很多 除此之外 竞技场每15分钟都会更换地图 未来甚至还会有更多不同的地图 不同的地图也意味着有不同的战术 在开发团队的Q&A阶段 有人问到了未来是否会有排位 还有玩家们最喜欢的骷髅阵 会不会回归竞技场 前者开发团队就表示了 如果反应好的话 未来或许会增加排位模式 后者更是说了有可能会回归 虽然另一位开发人员也表示 骷髅阵已经被炸毁了 但是有可能这个回答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Valkyrie的加入也让空战有趣了许多 最期待的还是他把Titan IV的故事连接了起来 未来还会有什么惊喜我们也不知道 真的是让人很好奇 而Bowchack这把弓箭也很好用 至少是很帅 第九赛季正式开始之后 我相信那些大神也肯定拿着弓箭来刷记录了 那么影片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